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人撤烧 31日回到巴基斯坦老家 是他2012年遭枪击以来头一遭 现年20岁的马拉拉达成直升级抵达家乡时瓦特河谷地区明哥拉市 下击后直接前往老家 马拉拉后来参观了市郊一所男子军校 他说我的梦想实现了 由于我的弟兄姐妹们做出无价的牺牲 和平已重返什瓦特 什瓦特曾是激进分子大本营 马拉拉还探访了母校 并在访客留言部上写道 这是我被攻击五年半后首次回到什瓦特河谷 我好高兴 我以我的家乡和文化为荣 军校很漂亮 谢谢职员和校长的接待 祝平安顺心 马拉拉 马拉拉在推特上贴出什瓦特河谷空拍照 并附助对我来说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他还贴出全家福照片 附助说看到老家老朋友再度踏上这块土地 再高兴不过马拉拉的家乡是瓦特河谷被誉为巴基斯坦的瑞士图取自马拉拉推特分享 马拉拉全家福图取自马拉拉推特分享 马拉拉全家福图取自马拉拉推特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